当我们今天已经有了GA 那这个GA呢 我们要怎么样继续 开始来做一些分析 使用者的分析 分析什么 再来就是所谓的Sension 就是点击次数 好 我们还要去算那个跳出率 还有就是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去 要去稍微知道一下 当我们怎么样去加增加资料进去 增加日记的资料进去 好 我们现在就先来观看一下咯 这里面我们还没讲完 因为这边我们只是把周的 就是资料呈现在这里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到 有时候这个单位别 它没有办法全部都呈现 这是我们不希望 我们会希望呈现说 这个是哪一周 好 那怎么样去 怎么样去呈现这些标签呢 这边 针对这张视觉画报表 然后请点 所谓的这个轴 这个格式 这叫格式 格式里面 因为它是X轴 所以我们打开X轴 所以我们打开X轴 这里面呢 它的类型 类型 我们应该要改成 类别目录 类别 那请问一下 这个连续 连续的话 它可能就是以 例如说日期的单位来呈现了 所以你这边会看到什么 2018年12月 2018年1月 未来会看到2018年2月 这叫连续资料嘛 可是我们应该是要看到它的类别 就是哪一周 11月19号这一周 11月26 12月3号这一周 依此类推 好 所以第一个 必须要把它呈现 稍微把字放大一点 方便我们来去做检视 然后字 字的颜色呢 色彩 先把它改成 比如说黑色 好 那至于这个点击的次数 点击的次数 我觉得在这个地方 当Y轴 你可能要 稍微设大一点 方便我们把色彩变深一点 可是我会呈现 希望说 这个地方其实应该呈现出来的数值 那如果我们要呈现数值的话 它应该就不是X轴跟Y轴 它应该是资料标签吧 资料标签打开 好 然后请把这个资料标签的大小呢 稍微设大一点 OK 那字的颜色 看你要不要设深一点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大概就知道说 它的一个数值 这样是不是方便 我们大家来去看 这样子的一个内容 好 请你们稍微修改一下 这张报表的格式 就是把X轴 Y轴 还有资料标签 来去设它的格式 这样的话 我们应该比较方便 大家来去检视 我们的图 那以本周来说 1月28号这一周 它才经过了一天 两天 两天嘛 因为星期二的话 等于说是第三天 现在还是早上 好 好 好